機車騎士高速行駛在山路 轉彎處突然失控自撞 整台機車插進護欄和電線桿中間 騎士噴飛墜落8公尺深竹林 消防隊員把男子固定在長背板上 接著繩繩索和李江仁拉上岸 警校花費半個多小時江仁救上來 19歲張姓男子左腿骨折 據了解他疑似轉彎時車速過快 煞車不及失控自撞 機車騎士並沒有酒駕的情形 轉彎時一次車速過快 才會造成衰弱竹林的現象 同一天隔不到一個小時 雲林也發生車禍 進口雙B名車雙黃線突然回轉 執行重機騎士煞車不及 人車衝撞上去 機車騎士重傷全身血跡斑斑 熱心民眾看到立刻拿陽傘幫忙遮陽 還遇到好心護理師上前急救 他都要打三天就對了 他就要做死美了 25歲李姓男子送醫後人傷重不治 事故在台一丁縣雙B名車旅駕駛疑似貪圖方便 竟在雙黃線違規迴轉兩貨 中部車禍不斷 台中被囤缺 阿公人罵開車帶十歲孫子外出爬山 沒想到回程路上下坡處突然失控自撞 水落山坡三人分別骨折擦傷 萬幸沒有神明安危非常驚險 記者綜合報導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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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哈 哈 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